当地时间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奥克兰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共同参观新西兰恒天然集团总部。 李强抵达时,拉克森在下车处迎接。 两国总理听取了恒天然集团负责人有关集团经营和在华发展情况的介绍,参观了恒天然产品展览并观看产品制作展示。 李强表示,恒天然集团深耕中国40多年,在华业务不断拓展,是中芯互利合作的生动缩影。 中国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两国在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合作空间广阔,欢迎恒天然等新方企业继续抢抓机遇。 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外资企业在华实现更好更大发展。 两国总理还共同参观了新西兰农业技术展示。 李强表示,农业一直是中芯经贸合作的活跃领域,希望双方落实好去年签署的关于提升两国农业合作水平的战略规划,积极开展农产品贸易,加强农业技术交流,取得更多合作成果。 当地时间6月14号上午,李强在奥克兰参观了中国、新西兰、米侯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李强在听取联合实验室负责人介绍后表示,中芯两国实验室优势互补协同合作,通过科技赋能米侯陶产业,为两国产业进一步提制升级提供了支撑,也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米侯陶产业发展增添了动力。 联合实验室是中芯一带一路合作的成功案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为中芯两国和世界发展贡献力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